有人说 世界的尽头是一片荒芜 直到来到加岛 我才知道世界的尽头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看到的加岛可以是这样的 可以是这样的 还可以是这样的 甚至是 哈喽大家好 我是加果 上一集我们从交通 食宿 以及消费几个方面 了解了一下去加岛需要准备的东西 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 曾经在1835年坐船来到加岛 并且在这里得到了创作启发 一年后写出了生物学著作 物种起源 今天我们将跟随达尔文的脚步 带大家去拜访拜访 加岛的相龟 猎西 海狮 以及水下的朋友们 话不多说 我们出发吧 如果你和我一样喜欢到处走走逛逛 请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还会更新其他好玩的视频 我们和相龟的第一次相遇 更像是一次不期而遇 在我们一路狂奔半个小时后 司机远远看见一只硕大的相龟 走在我们的道路中间 司机虽然放下了油门 但是还是想设法绕过去 可是相龟的自我保护意识 命令他躲进了龟壳 直到30分钟以后才试探性的伸出头 继续离开了 16世纪相龟的数量大约有25万只 1970年代只剩下3000只 主要原因是人的捕猎 以及栖息地被农业生产所占用 欧洲的大航海家们路过加岛 发现了相龟是合适的食材 而且因为母相龟的体型比雄性更加小 一旦捕获适合搬运 所以尤其受到水手们的喜欢 这样一个直接结果就是 母相龟的数量急剧减少 导致了整体数量的悬崖式下跌 自引起重视以后 当地政府和国际组织 努力恢复相龟的生态 我们今天看到野外的相龟 都是在人工环境下孵化 长到4到5岁才来到野外的 到今天相龟的总数 已经恢复到2万只左右 我们去的公园叫El Chanto Ranch 里面既可以观看相龟 又可以购买很多纪念品 还有免费的咖啡盒 从Santa Cruz包车出发 单程大概需要45分钟 包车的价格在40到60美金左右 好 看完了相龟 下一个不得不提的动物就是 夹倒猎蜥 如果说一个世界上最像哥斯拉的动物时 那夹倒猎蜥必须是榜上有名的 它们个头不小 而且长满了一身彪悍的麒麟 头部顶着若干稻刺一样的头罐 一看便知道不是善茬儿 其实夹倒猎蜥不但不彪悍 而且还非常脆弱 猎蜥还有一个爱打喷嚏的名声 那是因为在海水中游泳的时候 它们会吸入大量的海水 回到了陆地 它们需要通过打喷嚏的方式 来把鼻孔里多余的盐分喷出来 夹倒猎蜥主要分为 陆猎蜥和海猎蜥 近年来 由于海水升温 海猎蜥所依赖的 海里生态受到了威胁 所以它们看起来无坚不摧 但也是云云众生 数量也开始下降了 应了当初来 夹倒达尔文的一句话 逝者生存 好 我们再来说说海狮 说起海狮 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海狮和海豹有什么区别 结果就是我们只需要记住 长有耳朵的就是海狮 我们到了夹倒没多久 就发现海狮一点也不特殊 中文说物以稀为贵 而海狮在家岛就是无处不在 它们占领人坐的椅子 和人一起游泳 以及霸占公共沙滩 所以即使它们再可爱 也可能会觉得 它们是不是太多了啊 这些海狮白天一般在水里 补食和玩耍 晚上上岸睡觉 我们去的时候 可能是刚刚赶上繁殖季节 看见了很多小海狮 有趣的是 它们好像经常会把 自己的妈妈记错了 大部分时间 海狮和人紧水不犯河水 但是如果你看见海狮在交配 或者海狮对你发起了警告 别看它憨态可居 其实身手不凡的 好 我们现在来聊聊浮浅 在家岛不管你做什么 都离不开海洋 我们那几天参加的一日游中 浮浅是每天的必备项目 一般导游会提供 它们的浮浅面具和救生衣 游客只需要放松大胆地跳下去 剩下的工作就是观看水下的世界了 如果你去San Cristobal的话 Darwin Bay一定不能错过 脚的海湾就在岛上 你走个20分钟就到了 小海湾是天然的泳池 非常适合大家来这里浮浅 我们连续两天都来这里 而且有幸和小海狮一起游泳了 我们是第一次去家岛 虽然做了很多功课 但是还是有很多地方没有来得及去 我们下次再去的时候 希望拿到了潜水证 可以来个深水浅 看看垂头沙和更多的海洋生物 做这一期视频 看着当时在家岛的人和物 也很开心 家岛不是天堂 但是你如果想体验一下 人和动物的相处之道 享受享受大自然的纯真 那家岛一定是你的首选 如果你和我一样 喜欢到处走走逛逛 请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还会更新其他好玩的视频